正常的草莓叶皮是这样的 绿油油闪亮亮 但有时候不经意间 慢慢的会变成这样黄绿相间 甚至这样边缘发白 或者新叶子也会发白发黄 即使有花也抽不出长花碎 花小果子也会小 如果有这些症状 可以基本断定为草莓缺铁了 屏幕上现在这样的状况 其实还是属于初期到中期 如果严重的话 叶片边缘会坏死 新叶也不能正常抽出 这里需要注意区分 缺铁和缺铁的不同 这两种缺素症都会导致 叶片发黄或黄绿相间 一定记住缺铁时是老叶片出问题 而缺铁则是新叶片就不对劲了 像这个图片里 这是老叶片还是绿的 缺铁后长出的叶片就黄黄的 甚至这个新叶片则几乎成了白色 这样才是缺铁了 所以一定仔细观察 新长出的叶片来做判断 那么为什么会缺铁呢 一般来说 当土壤pH值过高或过低 也就是在碱性土壤 或酸性较强的土壤里容易缺铁 我就携一小杯土 做个简单实验吧 草莓根细浅 挖土的时候不要伤了它们 加上纯净水 搅拌均匀后静置一会儿 具体方法可参考我的土壤酸解度测试视频 对比一下市值 哦看上去这个样本pH值只有5左右 土壤确实有点酸了 而草莓生长的市益酸解度是5.5到6.5 我想原因是因为我的自制盆栽土的主要配方是泥碳土 它是酸性的 虽然有加花园石灰调节 但随着浇水和下雨 慢慢的碱性就降低了 致使pH值下降 判断清楚原因 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 首先来补铁 用这一类的油胶和铁补充剂 效果比较直接 大家一定按照说明来使用 我这个只用四分之一小勺teasbone的凹河铁 来兑650毫升的水 我一般在补充微量元素的时候 喜欢用喷洒叶面肥的方法 这样可以避免给土壤造成某种元素的过量 反而是另一种平衡的破坏 摇匀后成品是淡红色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喷在叶片上 最好避开花和果实 这个可以隔10到14天再用 只要不是缺得太厉害 一般一两次就会有效果 接下来我的情况是需要给盆土里加花园 石灰Garden Lime 来提高一点酸解度 如果你的土壤碱性太强 那就需要调酸 我也有相关视频供你参考 如果你不知道土壤的酸解度 那就请不要随便调酸调碱 否则会适得其反 在我的实践中 草莓缺铁往往也伴随着其他营养成分的不足 所以其实也是在告诉你该给它施肥了 请尽量使用鱼肥海藻肥等有机肥 如果救激 也可以用一点Miracle Girl的这种蓝水 草莓洗肥又不耐肥 稍微多一点就会有肥害 所以要注意用量 我一般都是至少减半的 秋凉了 我这里加州酒壁新一波草莓结果期又要到来了 现在好好照顾它们一下 一定会有更好的收获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